大家好 我是Tony 我今天來瑞芳賞忙 今天來瑞芳賞忙的遊客非常多 我最後一站來到不厭亭 我要從不厭亭走到探幽庭 這一段山雕嶺的人線我還沒走過 這邊的芒花聽說也很漂亮 所以下午就過來這邊走一走 因為不厭亭那邊遊客蠻多的 所以我就先在路邊這邊開場 然後待會走到那邊的話 就不用講話 才不會吵到別人 不厭亭就位於瑞芳與雙溪的交界處 已經算是雙溪去了 大約位於102公路20.5K附近 不厭亭 不厭亭附近的102公路 經常出現於汽車廣告影片 我現在要學著這條人線走往不厭亭 這邊可以忘記瑞芳市區 還有喉洞貓村 哇這裡的芒花也是盛開啊 這條山境現在路況變得很好 往後拍是順光 才拍得出芒花的美景 我到山頂了 山雕輪 海拔555公尺 接下來就轉回下坡路了 前面這邊要抖下進入森林 走往探幽庭 一小段抖下而已 現在進入平緩的路段 到了這裡 早已脫離芒花區了 所以也沒有任何遊客會走到這裡 這是登山客在走的山境 這裡要往上爬了 人線上會有一些小山頭 所以難免會有上下祈福 我差不多走了40分鐘 抵達探幽庭 探幽庭 旁邊這邊有類似齊甘座的基座遺跡 探幽庭是金字碑古道的越嶺安部 古道的最高點 金字碑古道也是清代淡然關道其中的一段 古道上最著名的史跡就是 同志六年台灣總兵劉明登 所勒食科製的金字碑 就在附近 探幽庭這裡有一塊古碑 是咸豐元年立的奉獻試鏡碑 內容是警告路人烏爛坎附近的山林 這塊古碑的碑紋 被譽為是台灣最早的環保碑紋 先鋒元年 古碑的刻字都已經模糊了 金字碑古道又稱山雕林古道 大約在清代道光初年就已經成為淡然關道的主要路線 道光元年前往葛馬蘭就任通判的謠營 就是走這條古道 它的《台北道理記》這篇文章 就有提到登山雕林古道沿途所見的風景 因為領岸部這邊有一座古老的土地公廟 這邊的古道往侯洞方向 大約下行十分鐘吧 就會抵達金字碑 既然來了 我還是去看一下金字碑好了 不然會對流明燈不好意思 不過這裡有拉警戒線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影響 時間路一路往下走 這裡有個算是休憩區吧 不過看起來蠻蒼蒼的 這段古道有鋪碎十隻 我大約走了十分鐘 終於抵達金字碑 就在這邊的山壁 金字碑 同志六年冬 台政使者流明燈 北巡過此提併書 金字古碑金由在 同志明智皆已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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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 這就是古道情懷 懷疑走感玩笑 斗善 遇到台灣迷猴了 我讓他過 我現在繼續走進智北古道 往牡丹方向 下去就接102公路 我走公路回到不厭亭 看到公路了 抵達古道出口 這是我現在的位置 那我現在就走102公路 回到不厭亭 那今天的路線 就是走仁線 到探幽庭 金字碑 然後回成 102公路 剛好是一圈環狀路線 金字碑古道 現在走公路 大概走一公里多吧 對面這裡是金字碑古道 王牡丹 王牡丹段的路口 這個季節公路徒步旅行 非常的舒適 21.5 還有一公里 望倩不願停了 公路旁 這裡有一個新的觀景平台 這是牡丹山 我從這邊上去人線 來拍一下黃昏的芒花 今天這條路線很不錯 不但有閃盲 還有閃喉 有走古道 也有看古蹟 很棒的一條路線 推薦給大家 那我今天的旅行 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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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епreens 好 請